中国艺术传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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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再去查一下 魔术团的详细情况 是 大哥 就按大哥说的吧 这太荒唐了 没有蔡飞宏参加的演出 不是欺骗观众吗 这纯粹是欺骗观众 愚弄观众 我也不太明白啊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反正这次他们不能演出 绝不能让演出顺利进行 你要用尽一切手段 阻止他们的演出 钱你不用担心 是 我知道了 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 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 得到魔术团了 如果这次魔术团演出成功 他们就可以起死回生 我明白朴总经理的意思了 我会完成这次任务的 起来 慢着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您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请你马上撤回队魔术团的赞助 就算您再有钱 也不能花在没有回报的地方 我是吗 是 是 我 我 我撤回 我 撤回还不及了 喂 你好 撤回暂住啊 这是为什么 这怎么行呢 你最后演出只有五天了 安心公司嘛 你们现在在干什么 听说赛飞我明天要演出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快参举行动 听到了没有 一定办法 到底怎么回事 大哥 据我了解 绝大部分赞助商都撤回了赞助 不过 前几天又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赞助商 到底是谁 查到没有 正在调查 还没有结果 你还有脸说 对不起 大哥 大哥 摩托车已经准备好了 走 走 等蔡飞鸿一出现 就把他架到摩托车上赶紧离开 什么 那不是绑架吗 什么 这不叫绑架 我们好好的伺候他一天 第二天再把他给放了 大哥 他到现在还不出现 是不是他们又在耍什么手腕 因为赞助商全部撤回 所以他们又再耍什么手腕 他们才迫不得已地 使出了蔡飞红这招来 撤 不行 大哥 就算是捅破了天 也不能让蔡飞红 出现在演出现场 难道你忘了 大哥 假如说明天有演出 蔡飞红早该来了 你看 他到现在都没出现 说不定真的是 取消了明天的演出呢 我们走吧 锤子 你陪大哥先回去吧 大哥 你快看 行动 是 干什么 别动 你干什么 你什么人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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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你 爸 小梅 小梅 把师父扶进去 走开 好了 别打了 好 大哥 你带陈子先走 听见没有 锤子 他 你来 神经病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师父 你没事吧 好 大哥 你这是为什么 他们已经是瘟中之鳖了 你为什么突然撤退 我临时改变了主意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好了 垂子 你少说两句 大哥 咱们跟朴总经理交代 你们就别管 这事交给我处理 你们今天辛苦了 是 大哥 双道 大哥今天是怎么了 是不是都害怕了 为什么突然就撤退了 行了 垂子 你就不能闭嘴吧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 樱子 还有 的 小葱 我问你 把到手的人放回去这是为什么 你给我说 对不起 不过 这段时间我为您工作 一直信守一条原则 那就是万事不能强求 昨天晚上 我看到蔡飞鸿 比她当时的状态 是不可能出现在今天的演出现场的 如果执意要绑架蔡飞鸿 反而会对总经理带来不利影响 所以我停止了行动 你说得到好听 今天入夜时分 将在京城阳光大厦前上演一场经典演出 魔术大师蔡飞鸿大师 你现在还说今天蔡飞鸿都参加不了今天的演出吗 对不起 是我换的数 那你打算怎么解决 如果您不满意 您可以解除跟我的合同 我不会有任何影响 什么 我说无钱 这种话你亏得你说得说了口 你现在出去吧 我不想再跟你说话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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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我上次说的话有点过分 我想用这个来补偿 还有一件事情 你把说出蔡飞红秘密的人 就是那个叶总会的老板带来 我付你双倍的价钱 怎么 嫌少 好吧 三倍怎么样 大哥 这趟差事太小儿科了 只要把那个老家伙带到玉拉那儿 我们就可以改变人生了 怎么 现在的生活不好吗 没有 我不是那个意思 大哥 不是有句话叫 难得机会 机会难得吗 别说了 锤子 你继续说 大哥 我的意思是 只要有了钱 我们就可以过上 比现在更舒适的生活了 有钱 这些钱 够让你过上舒服的日子吗 你们在这儿等我 大哥 我一个人进去 是 大哥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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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告诉你了 请你回去吧 我什么都告诉你了 可恶的家伙 早知道你们采取这种卑鄙手段 召开记者招待会 把一个好端端的人 污蔑成那个样子 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回去吧 我不是来逼你的 我来的目的 是想请你离开这 万一你介入这件事 我的老板是不会罢手的 所以请你最好避开一段时间 越快越好 你怎么不在吗 人已经跑了 你们去那边看看 是 大哥 好 我知道了 就在上次见面的地方一层间 你说什么 证人失踪了 是 我估计 她是怕蔡飞红的事儿 闹得太大 牵连到自己 所以逃跑了 这怎么办 我们还拍着胸部跟魔术团的人说 我们有证人呢 你最近办事越来越糟糕了 没有一件事情让我满意 你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你故意放她走的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不对吗 大名鼎鼎的安心公司 与以前大相径庭 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你们失去了魄力 怎么 三倍的价钱 还先少吗 不 不是因为这个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 你不是曾经拍着胸部 跟我保证过吗 你说要把非诚佑的牌子 挂在蔡飞红的魔术团 你退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别忘了 你收了三倍的价钱 就要干出三倍的事情了 不管怎么样 你都要负责到底 是 我知道了 大哥 武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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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怎么办 那个家伙在追我们 别管他继续开 开快点 快点快点 武器安 你难道一辈子都不要见我了吗 你在说什么 你离开家以后 竟然在做这种见不得光的事情 你要把猫头对整我 你在搞什么 对不起哥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 最近才知道是跟你有关 不过请你不要嘲笑我的工作 我从小到大什么都没学会 就只学会了打架 你说我不干这个还能干什么 虽然我的工作是见不得光 但是自从干成这个以后 我还是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受人尊重 现在不仅我的顾客对我非常少时 而且我的手下个个都有唯命似的 就是他们第一次肯定我的价值 我想我已经找到答案了 我觉得我的一生就应该这么过 李安 不管怎么说 你不应该这样继续下去 为什么 人当然不能这样过一辈子啊 那你说 我应该怎么过 像妈妈一样吗 像妈妈一样 别人吃饭时候不吃 别人睡觉时候不睡 你是不是想让我和妈妈一样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过着一种贫穷而又毫无希望的生活 秦爱 你是说别干了回家吧 绝对不行 你现在做的不是妈妈期望的 你现在做的是妈妈所希望的吗 但那妈妈她希望 可当你成为什么魔术师吗 秦爱 我的工作跟你现在做的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不一样 秦爱 你这样妈妈有多想什么 妈每天都在海边祈祷 希望你能早日回家呀 别这样好不好 我们回去吧 我绝不回去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的 我要是不挣过钱 这辈子我绝不回去 那你还来找我做什么 你要继续赚这种黑金钱 你这辈子 都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好 那我也告诉你 我只希望我看到我哥哥 他能够出人头地 能够成为律师 而不是什么魔术师 我发誓 从今往后 我绝不再出现在你面前 优优独播剧《止试��》 前 前 哥 是我对不起你 真是倒霉 喂喂喂 锤子 你能不能安静点 大哥 我觉得这太可惜了 多好的机会 没有是把他给逮着 混蛋啊 你嘲笑我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说 是我故意放走了农场老板啊 你不满意是不是 啊 大哥 戴上 你说什么 洗手不干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对不起 一句对不起就够了吗 这可是关系我们 飞行又未来的大事 你到底是怎么了 能告诉我理由吗 没有特殊理由 实在是对不起 我只是想 另找门路 我不反对你另找门路 但是你至少让我知道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钱 是因为钱吗 不是 那是什么 到底为什么 你不要装了 像你们这种人 不是为了钱还能为了什么 我不想再跟你废口舌了 我们的合同还没有到期 你继续监视魔术团的一举一动 也不看看自己的德行 还想另找门路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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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怎么突然洗手不干了 你到底怎么了 我已经跟朴总经理说了 请他另找别人 大哥 千万不能这样 你这不是让别人做假鸡头吗 管他谁做假鸡头 反正我们安信公司 退出这件事 大哥 你不要再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大哥 对不起 我这次不能听大哥你的了 锤子 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给这么多钱 我们上哪儿再去找这样的美差啊 你的意思是 如果大哥你不干 对不起 我自己干 你说什么 算了 他是个见钱掩开的东西 你是不是吃了豹子挡了 大哥 我替你收拾的 哥 大哥 请你原谅 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做我的独木桥 你小的疯了 锤子 锤子 别追了 我早就料到了 我迟早会离开他 再来 这只能锤子 我早就知道 我就听到不认为 我不能拐理 你能拐理 我没拐理 你能拐理 不拐理 我拐理 你能拐理 在上宫之前 我没有父母和兄弟姐妹 所以 我绝对不会踏进家的衣服 但是 一到每年的这一天 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 泰哥 给你 没想到 你还想到挺多的 你不是说过吗 女人不管年纪大小 一看到花就会心软 来 你看我像不像个送花的 别说像 你就是送花的 我很快就回来 帮我好好监制锤子 明白了吗 放心吧大哥 不是 没有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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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去见朴玉拉了 是 大哥 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他现在人在哪儿 我们追踪了他的手机 在上次去过的农场附近 这么说 是朴经理交给他的任务了 对不起大 我没按照您的吩咐 看好他 跟我走 一定出事了 是 大哥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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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姐 别我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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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啊 啊 啊 这边海盗 伯伯不是来救你们 要紧的不是我 而是魔术团 我得小心这点 到时候我们会烙得跟他们同样的相声 这个地方虽然冷清 但是很安全 应该在这儿忍耐一段时间吧 这是我给你们的药品和日用品 你为什么要救我 如果你们要是想利用我 我劝你们趁早打架这个念头 我们是诚心诚意地想帮你 想帮我 过几天我们再来看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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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没事吧 简安 混蛋 你给我滚 大哥呀 你已经没有权力地冲我指手画脚的了 你说什么 混蛋 姐 好了 哥 你先让开 我要好好教训着你这小子 你真勇敢 你叫齐安吧 谢谢 小妹啊 你也坐吧 好 喝茶 虽然常听居然说起你 可是没想着你长得这么好看呢 如果你不说的话 我真不敢相信你们两个亲兄弟 我们两个就是这样 从小性格就完全相反 今天真谢谢你了 举手之劳 不用谢 看到你我就有信心了 刚才我以为我们完蛋了 我没想到 你在拳头又派上用场的时候啊 哥 哥 我们不能再做着闲聊了 这什么意思 垂子虽然被我打跑了 但是她肯定还会回来的 这是我们家呀 魔术团和这栋宅子 都已经有姓嫖的那个女人接手了 什么 连这房子都归她了 是啊 所以说 我劝你们尽快另找个地方 什么 你说什么 毒蛇和吴俊安是亲兄弟 怎么说 是他们亲兄弟俩和 老板 好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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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救命 救命… 救命… 小梅,你没事吧 你呢 我没事 你的鞋呢 可能刚掉了吧 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象了 差点出人命 谢谢你,修哥 混蛋 混蛋 这个混蛋 你知不知道 他是我天哥哥 您觉得身体怎么样了 好多了 没什么大问题了 我想问你啊 你为什么老帮我 包括上一次 看来 你有男人之隐了 不,不是 是因为我的哥哥 在废洪魔术图 不过 现在魔术团 已经被姓嫖的那个女人 强行收购了 他们已经落到 无处可去的地步 你怎么会被判断 看来你们哥俩的感情很深呢 我需要老板您的帮助 我的帮助 对 您还是得暂时住在这儿呢 你是我的旧名恩人 我一切也听过你的安排 那我就先告辞了 我请问 你说,你的哥哥在魔术团 对 他是魔术师 叫吴俊安 吴俊安 虽然现在算不上是大名鼎鼎 不过在圈内也是享有名气 吴俊安 那,那你叫什么 那,那你叫什么 我是说,你的全名叫什么 我是说,你的全名叫什么 我叫吴俊安 齐安 我还是过段时间再来看那个吧 告辞了 您为什么突然想离开 我又没犯什么罪 我干嘛冻过西藏啊 可是这儿呢 像目前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 其实越躲避啊 是越容易出事 万一出事 我这把年纪了,我还怕什么 我问你啊 你离开家有多长时间了 什么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是说啊 我要是离开家几千 我就会感到非常的难受 你离开家的时间 一定时间不短了 我真佩服你的忍耐力啊 一想到要回家 你心里啊,激动不已啊 回家 你真的有这么激动吗 大哥,你真的要走啊 大哥 这段时间 你跟着我辛苦了 白信公司以后 就由你来负责 谁子,你们在干什么啊 大哥 请你原谅我 都不要一时地冲动 我都错了 我老师的私人 请你一下 我闻了 在哪里 我乌鸟 你俩不得有 你自己的邂送 你不 bathing ona 你怎么把关键 你不得了 我去月儿 兵 你不得了 啊 有兵 有兵 兵 他们俩人 秦安 秦安 是你吗 妈妈 妈妈 妈 我回来了 秦安 这是怎么了 今天两个人前回来了 哥 秦安 我已经把外面的事都处理好了 回来一看 还是家里好 你们怎么了 秦安 你又怎么了 妈 我回来是想问你一件事的 您倒是说话 爸是不是林书彧 秦安 是还是不是 你明白地告诉我 林书彧是不是我爸 你明白地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是我听错了 是不是 妈 是不是 俊安 他 就是你花吧 不可能 这不可能 那我为什么会姓吴呢 我怎么不叫林俊安 我要叫吴俊安呢 妈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刚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们是不是姓林 那个叫林书彧的 他是不是我们父亲 你说话呀 对不起 我不是说我们父亲 你说话呀 对不起 对不起你们 我一直想有一天我会告诉你们这一切 会堂堂正正地告诉你们 你们的爸爸就是林书彧 可是我想现在还不是时候 所以我一拖就拖到了现在 这么说 哥哥说的都是真的 妈 你真伟大 你怎么能够几十年 不老一点声声一直骗我们呢 你不觉得这是对死去的父亲母亲吗 几十年来 我一直在打听你爸爸的心愤 可是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 这种情况 我怎么跟你们提起你们的爸爸 可怜的爸爸 对 对 都是我的对 都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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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知道我有多追近你吗 虽然爸爸不在 可是从小 我看到坚强面对生活的妈妈 我心里就下定决心 我长大以后 不要像妈妈一样 就勇敢地面对未来 我心里 一直被抛向妈妈 还有我们兄弟两个离家而去的妈妈 跟过于怀 可是事实上 并不是这样子 我一直追近的妈妈 我一直追近的妈妈 才是世界上最冷漠 最冷酷无情的人 我太失望了 我对你太失望了 我冲冲 你看怎么办 我看他 对 对对 都是妈妈的错 都是妈妈不对 都是妈妈不对 妈妈 您别这样 这是你爸爸的遗物 你爸整天沉迷于他的魔术 妻子儿女吃什么穿什么 日子怎么过 他一点都不关心 偶尔回家一趟 脑子里也全想他的魔术 一点不关心家里边人怎么生活 我实在是没法支撑这个家了 就在你爸爸离开家的第二天 搬到这个地方了 因为这儿有我娘家的亲人 我偶尔想起你爸爸 就回到家里 把你爸爸的东西搬到这个地方来 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头 你爸爸这个东西放在家里边 说是一个给剧烟 一个给钱 当时我不知道你爸爸已经是有名的魔术师了 我一直认为那只不过是逗人取笑 让人看不起的小把戏 所以你要练魔术我就极力地反对 姐姐 对不起 妈妈真的对不起你 可是当时 当时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呢 妈妈错了都是妈妈想错 妈 那小梅呢 小梅是怎么回事 小梅 你 小梅 你 小梅 你刚才 你刚才是说小梅 起来 哥 起来 哥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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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妈呀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为什么当年要把小梅姐她一个人扔下 你现在让哥哥她 她怎么办呢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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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 妈 小梅回来了 妈 妈 妈 小梅 你好吗 我的女儿小梅 妈 妈 真的是我的女儿小梅是吗 妈 妈 你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你要丢下我 我每天有多想你吗 你知道我永远有妈妈多痛苦吗 小梅 妈 这都是妈妈的错 都是妈妈的错 妈妈不该送你走 我们就是在求你 应该带着你走 都是妈妈错 妈妈对不起你小梅 妈 但是我想 俊安和秦安是儿子 我不忍心把你这个女儿扔下 我想让你做 你父亲那这分口饭吃 都是妈妈错了 妈妈不应该扔下 妈 俊安 你还愣着干什么 该过来叫姐啊 对 俊安 姐姐 你为什么才回来 你知道我们有多么盼望你回来吗 对不起 俊安 小梅 妈妈真的是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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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谢谢 妈 这些 都是你们平常表演的魔术啊 是啊 妈 不愧是林淑义的儿子 表演得真好 我们静安最棒 最厉害 哈哈哈 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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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各位 我在这里 要声明一下 凡是要对魔术团的接管 全都是无效的 无效的 我们这些债主们 跟他签进的 放弃魔术团的保证书 是在逼迫我们签的 他们是用暴力的手段 抢走了我们的魔术团 对 我们这些 热爱魔术事业 和关注魔术事业的人 绝不能允许 翻准这种作为 可笑 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了 你在这儿胡说什么 你这个老糊涂 各位 我敢保证 魔术团的确是我接管下来的 通过我的实力和努力 堂堂正正地接管下来的 我说的千真万确 没有半句谎言 宋经理 你还愣着干什么 把这些人偷偷给我赶出去 好 好 各位 各位听我说 不是这样 我原本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打手 可是我差一点成为了一个杀手 都是因为她 朴总经理不但强制接管了魔术团 还试图想杀害 吴军元跟林小梅 而且还想杀害那位 谁说的 谁 谁会相信你们这些混混的话 你不要再隐瞒了 今天站在这里的所有人 都是正人 骗人 骗人 这是个阴谋 真明明是个阴谋 说一说一个 万种找来 万种万人找 万出来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 我经历过不少的挫折 还有困难 这些年来 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 能够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 真的是令人感动的 我们爱大家